大家好,我是肉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来到了格局的时间 请问一下佳玉老师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格局是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 仓取破君逢行客多劳碌 听起来很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劳碌 如毛友成虚破君守命 虽得文昌文曲亦非全集 若行客话计亦不足贵 破君在毛友为守命 会是联真破君 对公是天象 那这个组合呢 联真心会有自我约束 然后又加上破君心又怀抱着梦想 那在外呢,它是天象心 也善于人际交自己的这个关系的运用 在承虚守命呢 会是破君对公是紫威天象 那这个紫威心呢 虽然有尊贵的特性呢 但是它也是能够散发出 运用人脉与人际关系 还不错的这个特性 这两个破君的组合呢 虽得文昌亦非全集 文昌星它有很好的理性跟调理性 文娶星呢 它有感性跟巧思 那为什么会说呢 亦非全集 原因是说呢 破君心呢 它是个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大破大力的一颗星药 当它要追求梦想的时候呢 它又要遵守自己的调理跟规则 这个文昌星 那又要充满感性的思维 这个文娶星 那反而呢 会让它却步 这个时候若行客话计亦不足贵 这边的行客指的是煞星 或是化计 那连珍呢 丙年会化计 或者是遇到煞星 那会迫害原本的自我约束的这个能力 那天象星跟年会化计 或是呢 它有机会遇到煞星 那会使得这个自我界限跟秩序的这个天象星呢 反而会没有规章 所以才会说 异不足贵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富贵 综合我们以上说这个破君心 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 就是会比较辛苦 会多劳碌的意思 确实是如此喔 因为大家想一下 破君心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大破而大力 为了梦想不管不顾一切往前拼的人 这时候你如果给他加了文昌星 哇塞 这个理性告诉他说 我们这样子冲似乎不是很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让他在 梦想往前冲的时候 感觉好像穿了一个马甲 束缚住了他 让他没有办法 不管不顾的往前冲 那如果加了文曲呢 哇前面那个文昌是理性嘛 后面这个文曲就是感性喔 他多了多愁善感 还有想说 我在往前冲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为什么 我要过得这么辛苦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往前冲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规劝他 他想一想就是又觉得 确实我是不是不应该 这只时候 也许是造成别人的负担 也许是让身边的人为我担心啊 多了这样子情感的感受力 那这样子反而会让破君 他在往前为他的梦想冲刺的时候 多了那么一点点束缚 今天的格局分享到这边 喜欢的朋友帮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